周董,接招吧 好耶 换我 看我的标股光播 啊,周董太强了 又来到新作占股时间 大家好,我是安琪 大家好,我是周董 恭喜周董上周提到的滑琴 绩效高达9% 本周股市动荡 今天我一度以为万七又站不住了 股市人心惶惶 周董,我们下周到底该怎么办 不用太担心啦 以周董的选股能力呢 我会使用动感光播 帮大家找到下周的标股 等一下节目告诉你 好,那我们先来揭晓运势一颗新的星座 牡羊座有心魔的观要过 容易固步自封,觉得备受限制 但其实一切都是你自己想象的哦 感情上可能会产生误会 别太执着一些小事情 狮子座当心工作忙碌 影响健康 要适时的休息 感情上觉得委屈的事情 别人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可以沟通的哦 天蝎座状况复杂 有可能绞尽纷争里面 需要智慧应对 感情则是要小心不当的诱惑 或是秘密恋情的曝光 摩羯座可能遭遇冷漠 会觉得心寒心累 感情方面呢 家人的意见会成为你们在一起与否的重要因素 想要请问一下周董运是一颗星的星座 可以怎么宣布呢? 我们要买的呢 基本上目前啦 所谓的AI这个主流性呢 我认为已经价量起扬到一个段落 所以你不可以买进广达 你也不可以买进技嘉 你也不可以买进所谓的伪创 你只能等他们拉回的时候再买 那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挑了说 8176的智杰跟6113的雅系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还在底部冒出头 刚刚啦 现在比较有机会 不用去追高 可是重点 这个冒出头要好好的斟酌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揭晓运势三颗星的星座 金牛座工作上合作的事情很多 需要协调会比较辛苦哦 感情上习惯配合对方的感情观 不见得不好可以长点见识 处女座擅长的事情需要更谨慎 否则会有翻车的现象 感情方面呢处于转折点 如果你心里有觉得累的感觉 那这段感情就可以放下了 射手座工作忙碌并能有成果 很有成就感 并且在金钱方面的运气还不错哦 感情方面付出会有回报 并且你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 水瓶座工作上面为事业打拼 虽然外人并不是看得很懂 但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感情方面呢希望另一半能共看未来 最好对方不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哦 想要问一下周董 浴室三颗星的星座可以怎么悬股呢 我们呢6218的豪勉呢 今天的已经建高了 所以建高以后呢 今天的震荡太过剧烈 所以这档股票呢你要等拉回 拉回大家都知道嘛 有均线对不对 5日10月线 等他们再次的量缩纠结的时候 才可以好好的布局 那2458的益龙店呢 目前啊今天啊对不对 开始放量往上走 那相对的放量往上走的股票 你就不能再等拉回了 你要试试的切入好不好 盘中盘中有好价格就可以嘛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揭晓 运势五颗星的星座 双子座计划进入收尾阶段 可以松一口气 感情方面适合做个了断 让你有种尘埃落地的感觉 俱绝做事业方面好消息频频出现 消息具有诱惑性 但不见得每一个都适合你 需要谨慎抉择 感情方面桃花真的蛮多的 人人有机会但个个没把握 仍需要仔细观察哦 天秤座工作上需要得力的助手 如果有的话很多事情就能功成略地 也很适合处理员工的事情 感情方面因为你是工作狂 职场恋情的机会比较高哦 双鱼座工作上与别人意见分歧 想走自己的路 不过就要自己承担很多责任 感情上属于拒绝的那一个人 如果想要感情的话 要让自己放松一下哦 想要问一下周董运势五颗星的星座 可以怎么选顾呢 我讲过广达跟技嘉是绝对的AI股票 也就是这一波我帮大家抓的 比如说广达从115一路到今天 已经210了 那技嘉在180到今天也来到了320左右 相对的他们都是最纯粹的 挥打NVIDIA的协力厂商 那现在高档在做正当对不对 你要记得不要再贪了 等拉回好不好 等拉回再嘛 好 那谢谢周董的分析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 下周星日星Top4到底是谁呢 我们就请周董来揭秘吧 那我们马上来揭晓下周星日星Top4 第四名哇 黏太紧了 伊扬 大家都知道黏这么紧呢 就是非常的神秘 伊扬 大家记得 其实呢排第四呢 在周董的心目当中是第一名 那为什么讲他是第一名 你要想说呢 6569伊扬呢 目前啦 他的唯一合作的厂商叫做挥打 英文名字叫NVIDIA 了解吗 听到这个名字 我们就知道了 台湾股市呢 可以从一万五来到零万七 安琪 是谁 是谁 是谁帮的忙 回答 回答 对 就是黄仁勋先生 了解吗 所以呢 回答呢 在台湾唯一第一名的合作伙伴 应该是唯一啦 就是叫做伊扬 好 接下来看第三名 藏家智能 藏家智能呢 藏家智能呢 基本上呢 做的叫做 AI的大数据 我们都知道呢 周董呢 这 两三年来啦 如果你有看我的节目的话 对不对 你就知道呢 我大概呢 很少做生技股 那为什么很少做生技股 最主要的是生技股呢 它很难估 这个新药到底什么时候能不能过关 能不能过关也就算了 你还要估说它能不能赚钱 能不能赚钱也就算了 你还要估 到底可以赚几年 安琪 很难估 你了解吗 所以生技股呢 常常呢 大家都看不准 相对的我就不做 因为我要做的呢 你怎么知道吧 买主流爆破断 也就是可以做很久做很长 就像我们的2453的领取一样 赚两倍 那一样的道理 广达技嘉跟伟创 我们呢也是赚个大波段 会要一倍的 对不对 相对的 常家智能 对不对 他做的叫做AI医疗大数据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介绍的股票 都不叫生技股 叫AI医疗 那我们赶快来看第二名吧 明达一 明达一 大家都知道呢 家世达集团 其实呢 目前已经从原来的电子业 慢慢的转型 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电子你要记得 为什么电子呢 不管是呢 过去我们可以看到了 比如说呢 很老型的电脑 了解吗 那甚至呢 可以看到这变成手持式装置 变手机 有没有 手机过后呢 你有没有看到又变成了iPad 对不对 那相对的 现在呢 已经进入了AI的时代了 那AI的时代相对的 你要记得 现在AI呢 能够应用在所谓的生成式AI嘛 你都知道缺了GPT 对不对 之外 他最赚钱的叫AI医疗 因为呢 AI呢 过去呢 帮我们呢 就像去年11月 对不对 突然间可以帮我们写论文 好像很厉害 对不对 可是相对的 赚不了钱 了解吗 因为他没跟你收钱嘛 对不对 可是AI医疗就不一样 AI医疗可以帮医生看病 医生呢 可以利用AI大数据 知道你们家的基因状况 知道呢 你呢 现在有这样的状况 它是什么病的几率最高 相对的 这样的大数据 只有长假置人能做 好厉害喔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大家最期待的第一名 靖宏 那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呢 现在看病啊 医生呢 已经呢 相当的依赖AI了 不管是呢 所谓的医疗咨询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X光片 安晴 还需要用医生的眼睛看吗 不用了 不用了 了解吗 你可以看到呢 核磁共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去过 没有进去过也看过吧 对不对 一个人躺在一个大机器 这个大机器 只有一个人的圆形的洞 对不对 撸进去 少两三下 再撸出来 就知道你得什么病了 了解吗 所以呢 未来的AI医疗呢 你要记得 目前呢 灰达刚刚才介入而已 所以我们做的 你要记得 不叫生技股 叫AI医疗 因为呢 他不知道新药 他也不知道化学品 他就是做软体 好 谢谢周董的分析 想找到更多财经的资讯 记得锁定周董的Line App 跟Telegram哦 新作占股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